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一生 你的方向你的目标搞清楚 将来顺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 我相信每一个人 人人皆深净土 人人皆成就 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 世间的事业的成就那个小事 你能够超越六道沦为是最大的成就 那个世间的这些 哎呀 明文立昂啊 这些地位啊 名贵啊 这个很容易的 只要你依照经典里面去做 你就能够得到了 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佛法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大善知识 能够闻到正法 因为人容易堕落 容易被这个环境而迷了 那将来造业 我们的火爆都是在山途 山途的时间长 散散道的时间短 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只要你还在六道 你还是不是能够安安心心的 只要你还在六道轮回 你就没办法 敌苦得乐的 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真心的 我们所讲的 离苦而得乐 究竟的乐 究竟的圆满 这个圆满在哪里 就是在西方世界